大家好,我就是那个经常胡思乱想的赛艇队长 那一两天有那个记者吧 就是长天我看那个什么国民女神,国民老婆,记者王明明 最近传往来说,他谈恋爱了 所以他的人气呢,现在就进一步的低了 之前就低过一次 因为那次说实话是他的那个个人信息被泄露 然后发现说他离过婚,上大学的时候跟人同居 然后这个性欲啊,好像比较强 所以因为这个,就是他觉得那跟他外表那种清纯的人设不一样啊 他怎么能这样呢 所以就接受不了 那这个,有人说呀 说这个,你得给王明明一点宽容 其实我也是这么讲的 对啊,得给他一点宽容 因为就是这个,我是不会说因为这个事多玻璃心多辱骂啊 因为其实他一开始被捧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就知道,那他未来可能就是一个花瓶了 那众所周知嘛 这王明明是这央视啊,捧起来的 你别说他是什么这个,靠实力,看过他采访视频的,各位可能都知道 你作为记者啊,他这个水平也就那么回事 这记者我见多了啊 华莱士我也见过啊 是吧,那个香港记者我也见过啊 还是这个这个什么,嗯 普通的那媒体记者都见过啊 但是真的是,嗯 这位实在是有些too young,too simple了啊 啊,那么回事 那央视呢 其实他作为一个国家的媒体,对吧 把王明明打造成初恋女神 其实这种行,这这这这种行为啊 就不太合适 嗯,你要知道这个记者的使命是什么啊 是铁尖丹道义,妙手助真章,对吧 那现在啊,你们追捧一个记者,打造一个这个神呢 啊,靠的是啥,不是说靠职业水平,单纯靠脸 你不觉得这有点可悲吗 对吧 难道说这个这个,现在已经是太平盛世啊 海燕河青 然后不需要那种这个揭露现实,针贬实力 不需要这种记者了吗 啊,说那个 你想想就是说 现在国家的这个啊 媒体也媒体人 他们真的是已经不需要做那些 他们应该做的事了吗 不对吧 就是说你央视哈 当初把他打造成一个女神 而他又啊 就是不是我们大众所想象的那种女神 他实际又不是那种女神的话 那你就要做好当初这个宣传过渡啊 让他走下神坛 跌的摔的很惨 就要做到这个准备 在这呢 就要提到这个中国人对神的态度了啊 那我们眼里 这神呢 必须是蛮人 哎,一点瑕疵都不需要 否则这个神 那就得坠入十八层地狱了 啊 那 但西方世界里呢 这个神就不一样 就是说 呃 西方世界里神是我主宰一切 所以呢 你得听我的 哎,信我的 然后你得伺候啊 然后我呢 保护你 西方人民表示 没问题 对吧 但是到了中国神话里边 这个神是啥呢 呃 就是我主宰这一切 然后你要干嘛干嘛干嘛 那人就会说了 说这个这个 对吧 你有什么突出的贡献吗 对吧 你为人类造福了 就万民于水火了 没啊 那对吧 你要说没有的话 那不好意思啊 你这人就是啥 啥都不是 你看那个 就是这个 中国神话体系里边 这些神呢 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道德水平啊 还有这个这个啊 社会责任感 等于是一个 呃 高尚的 纯粹的 脱离了低级趣味的 有益于人民的神啊 你就是说 你在这个中国呀 你想封神啊 你必须你的这个 你得有功劳啊 然后你道德品质还得高 你像这个盘武开天辟地 对吧 他化成世界万物 对 你就供他啊 神农长百草啊 这个这个 教人种五谷 你供他 啊 而且呢 这些人都是说 默默付出 不求回报啊 是是这么个人才啊 对吧 那到了西方这个 希腊神话里边 这神就不一样了 他们呢 更接近于人啊 有这个人的七情六欲 有着掌握权力的那种欲望 对吧 那宙思好色 就就喜欢看人洗澡 然后变成各种各样的动作啊 跟人交构 变成牛 睡阿波罗 变成什么天鹅 睡这个这个啊 海伦他妈 还变变成那个 变成雨 变成雨去睡那个谁来着 忘了 前阵子还讲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神了啊 是吧 变成云变成雨 就和各种人交配啊 就希腊神话 他为什么能那个存在 就是 呃 核心就是宙思广助 他的下半身啊 对吧 那宙思这个人 对吧 好色 那赫拉这个人 他嫉妒啊 对吧 他他他丑 丑谁长得比他好看 他他都想那啥 啊 他都那个 想想给他收拾一番 像那个特洛伊里边 对吧 赫拉呢 就 当时赫拉是支持这个 呃 希腊联军 然后 爱神这阿弗洛迪特啊 支持这个特洛伊 那赫拉呢 就就 偷偷给那个什么 希腊联军那些个将领啊 使坏啊 说那个那个 就那个阿弗洛迪特这人呢 弄他弄他弄他 其实就是赫拉丑得不顺眼 爱神嘛 啊 就是那太美了 丑得不顺眼 啊 再有雅典娜 雅典娜他很虚荣啊 然后那个 像那个 这个战神阿瑞斯 这人又小心眼 对吧 所以这全是 哎 一堆毛病 但是他们呢 都掌握着至高无上的神力 而且呀 必须要 你伺候我啊 我付出什么 哎呀 还得管你要这个回报 不然你就反过头了 就跟你翻脸 是吧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宙斯啊 就是人类想要点火烧烤 他不给 然后最后是普罗米修斯去偷 然后还惹怒了宙斯 天天这个这个啊 给他挂衫上 让鹰去捉他心肝嘛 这人推狠了 你啊 你不 你不主动拿出来也就算了 别人给偷了 你还不让 对吧 所以那总结起来就是说 呃 中国这些神呢 其实是抽象化 属于更高级 更完美的存在 啊 那这个呢 也是为什么 就是西方人呢 他一直具备反抗意识 但是这个中国人呢 他就比较听话啊 比较容易被奴役 这个原因 因为西方他信仰的其实是一个自我 对吧 就是看神 他就如同是看镜子当中的自己 那么中国这个神呢 他就是中国这神话呢 他信仰的是超我 就是如果是 呃不完美的 我不要 那么 我供的一定是一个完美的 永远不可能被呃超越的这么一个人 那另外啊 再聊了啊 就是说中国对于鬼神的这种崇拜 他其实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 你比如说这个啊 呃 汉朝末年 黄金起义吗 喊口号 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 岁在甲子 天下大吉 那张角创设太平道 他是结合什么黄老思想啊 然后为的是啥 这发动起义 呃 那个那后来呢 什么白连教啊 明教 太平天国 都是借助宗教势力的这个这个目的 然后去去造反 对吧 不管你是什么神 只要你能支撑我造反 哪怕是说外国的都行 都可以为我所用啊 你看那个这个基督教传到中国 然后成了那种中国版本的圣经啊 然后这到时候那个洪秀全那么一闹腾 对吧 上帝还能灵魂附体啊 还有二儿子 为这是让这个西方传教士啊 这最哭笑不得 鼻子气歪的事 那对于这个神来说 对吧 中国呢 对于神啊 啊 不仅是要用你啊 然后没事呢 我还得骂你 关键时刻还得打压你 像那个秦朝建立之后 对吧 那秦始皇就巡游到南方 准备过洞瓶湖 啊 过洞瓶湖啊 就遇到了大风浪啊 几乎就翻船 于是就查找说管着这一地方啊 都供谁啊 都供哪个神仙呢 一问 供这个这个就是姚的两个女儿 鹅黄女鹰啊 也是顺的老鹏 这个叫那个香飞水神嘛 供他们啊 这是他们的这个片区 于是啊 这个秦始皇大怒啊 就派人去砍了树 砍了林子 然后用自己那个印玺啊 就把这个香山呢 洞瓶湖周围给封印了啊 要的就是说 永久制服这香水之神 这鹅黄女鹰 所以你看这秦始皇 他一心是求仙 求长生不老 但是如果是有神党路的话 那就是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就是这么用 毕竟说我是天子啊 这老天才是我爸爸 所以这你们这些小神 在我眼里就是被消灭的命 不过你说他们不信神 那也不是啊 你像那些个皇帝 尤其是不依皇帝 他们开国的时候 都会扯上什么神鬼之士 赤弟子之子 生下来屋子里冒红光 刘邦生下来的时候 不是那啥吗 不是这个梦一条龙 钻他妈肚子里了吗 那么咱刚才也看到了 对吧 他们自己就是天子 君权神兽 作文这个江山是天的旨意 否则哎就没了一份 就你就没了这个什么正统 就这么一看呢 就是你皇帝对这个神啊 鬼啊这些东西 其实还是挺信的 总结起来啊 就是该信信 不该信不信 需要信的时候 信要是没用了 那就不信了 那好了 关于从王冰冰啊 引出来中国这个什么鬼神观 咱就聊这么多 往后要是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我还会继续在这儿 跟各位分享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